一名自稱來自2582年的時空 旅人進來又拋出了震撼彈 宣稱美國在2023年的時候 將會在北極海發現可怕的生物 同時還曝光一段10秒鐘 疑似是深海怪物發出的恐怖聲音 不論是真是假 已經在網絡上引發熱議 巨大怪獸從海裡冒出來 一腳把船艦踩壞 戈吉拉大陣金剛的場景 讓所有影迷大呼過癮 不過電影未來很有可能變成現實 這段十多秒的聲音 猶如怪獸發出的怒吼聲 近日在網路上瘋傳 自稱來自2582年的時空旅人警告 人類應該擔心地底下發生的事 他提到美國國家海洋記大紀總署 一名科學家將在2023年1月26號 執行一項機密任務 陸下北極海中一個詭異大洞 發出一段前所未有的怪物聲音 海洋深處本來就存在 許多外表怪異的生物 美國加州有釣客近期在岸邊發現 長達45公分的巨型深海魚種 牙齒如同尖銳玻璃碎片 炸開以為是詭異的外型物種 叫做一個北京的足球魚 這種安康魚通常生活在一公里深的海域 一張大嘴能夠吞噬和自己相同大小的獵物 另一段影片同樣令人大開眼界 大王由於用長長的觸角把獵物團團包圍 享用難得的大餐 這是科學家舍渡在760公尺深的美國海域 捕捉到大王由於獵食的瞬間 由於他相當害怕攝影機的聲音和光線 因此這段影片格外珍貴 記者葉立委綜合報導